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水灵灵频道 今天为你分享的话题是 女人比男人好色吗? 人们常说,时色细业 色就像吃饭一样 男人女人其实都好色 但究竟是男人更好色,还是女人更好色呢? 有句话叫男人本色 但没有人说女人本色 男的女人不色吗?其实未必 我们听听过来女人怎么说 这个好色究竟色在哪里? 其实,它不仅仅是只为了发生两性关系 而做的一些事情 也是对美好异性的一种欣赏 当然,这个欣赏的对象也是不固定的 其实好色是人性的弱点 我们不必大惊小怪 也不用戴右色眼睛看待她们 其实女人好不好色 并不是表面上能看出来的 这些女人在平时可能会表现得非常坚持 但是,当她们在试图释放自己的时候 也就不会再去压抑自己的天性了 特别是在和情人一起的时候 女人对生理上的这种原始兴趣 其实远远高于社会容许她们的范围 所以说,绝大多数的女性 还是会控制自己的欲望 压抑自己的百姓 一般来说,女人在需要男人的时候 多半是暗示 而不是直接表达 而暗示也是一种表达 看起来是男人先主动 但其实,这是女人主动引导的才对 所以,男人和女人的好色 只有外表和含蓄的不同而已 并没有程度上的差别 浑身散发着荷尔蒙的女人 外面看起来有点廉价 那一天到晚苦瓜脸 不懂情趣的女人 那也是无味的 乐不吟,哀而不伤 昏而不腻 才是恰到好处 好色 其实,宽泛来说 是一种双向的概念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单方面的色 那只能叫花痴 成功的好色 也就是说 你能鉴别出别人的美 也能吸引到他人对你的好感 所以说 好色的女人 都是有魅力的女人 好色的女人 也是很性感的女人 好色的女人 大多都是非常自信的 所以,基本上不丑 一个不自信的女人 是不敢好色的 更无法惊于好色 好的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会